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常常说新界东北 其实香港不只是整个新界东北 还有很多不同的项目需要做 虽然新界东北成为了热点 但我觉得最惨的地方是 似乎大家对于新界东北的焦点 不是放在新界东北 是放在中环政府总部陈茂波那边 放在人那边 不是放在新界东北那边的 网民又骂我 我不是要撑球 我不是要顶头锤顶下球 问题是我觉得新界东北真的要发展 你们香港人又说上不了楼 又说不够地方 又说市区太迫 我经常听到有人骂 都只是说找一块地 环境好一点 环保城市 新市镇新一代发展 你不要管谁说 你很恨他也不要紧 有人做就行了 我经常觉得 好了不要说这么大 再说小一点 都不小了 在说一亿了 一亿现在花得如何 不过今早就再次欢迎苏西智主席 你好 还有李贵雄议员 我想问一下北区 由特首1月的时候说 会有一亿摆下去 到现在 其实是谈了多久 中间经历了什么过程 给我们一些历史背景 大家都知道北区 香港最北区 有名字叫北区 其实挺有趣的 因为北区和南区 刚刚是很不同的 北区真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发展 南区是没有什么地发展的 所以一南一北的比较 大家可以立体一点去看这件事情 大家常常说北区 都一定会想到 以前很多香港的历史 例如李贵雄议员 沙头角 大家常常说 香港沙头角村长的女儿 说到现在没人认识的 现在这八十九十九十九都不认识的 你叛小了 我问谁听过 比如中英街 一路数过去 香港和深圳的联系 所以很多历史的因素在里面 现在北区就是三十万人多一点 三十万人多一点 而且都是一个相对香港 年轻一点的区域 又不是好像黄大仙区 或者观塘区 人口味又老化一点 所以理论上 应该有很多活力的区 但是这么多活力 这么新 这么多变化 又这么多历史的区 我就会想 阿波 谈一亿会不会很难谈呢 那真的马主席 你想想如果老人区 对不起了 有些地区老区 老区容易搞 帮人家 搞定 容易想 如果你说西贡区 张宾澳区 中产多的 你就容易想 搞多一些中产合谈的东西 南区这么小的地方 也不用想 又等过海 都是如市场的 我哪有得选择 没有地方选择 北区又不是 人又帆数多 历史又多 地方又大 但都是低亿 那怎么谈呢 所以我们很想知道 北区其实是 怎么谈这一亿出来的 主席 你讲解一下怎么谈出来 其实这一亿自从留学公布了 说给区议会做一个重点项目 是 那我们议员 大家都去研究一下 看怎么可以使用这些钱 原则最重要的是 这些钱使得其所 和普遍的普罗市民 都可以受用 这件事 大家不要争议 如果避免了那些 可能加上一些政治色彩 是个人议员 或做事 有些区真的会吵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 用心去想一下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议员 我们总共有24个 24个 计算当然了 委任 民选 加上24个 也不是小的 都是多多人的区 20多人开会 也多 普通的 又不是最多 官堂那些就多了 北区是第一个区 刚才主席都 开数前香港 德区第一个区 去给个proposal 是吗 是吗 是第一个区 你还比王大师 是的 还比王大师 我常常认为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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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何可以 24个人议员 这么快议得到呢 我们常常都本来溝通 我们常常见大家 还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就是说 都是要地区为主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能够帮到地区发展 所以大家都很快想出来 就是我们有本身的资源 我们知道很快可以放进去 能够用得到的 就是发展我们北区的优势 環保旅游的资源 就是有个概念在后面 就是搞環保旅游 是的 其实以往在我们未有这亿元之前 我们都在用区议会的钱 来做这些工程 環保旅游 工程包括了我们所说的 蝴蝶山的公园 还有地积公园里面 就是沙漠角一大 是的 地积公园也是你们的 是的 其实我们都用区议会 很少的钱每年 可能一百多万一百万 整一些 现在有个钱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更加加大力度去尽快做好 我尝试这样去总结 少少总结苏西智主席所说的 就是说其实北区 虽然地方很大 而且有24个区议员 都算中型的区议会 但是由于一向有做开 環保生态旅游这个大规划 而且做了很多小型的项目 现在有一亿的下来 大家比较容易找到一个共识 去朝着这个方向继续行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你们这么快 递了提案 上去给民政事务局 最初是酝酿过多少个不同的项目 酝酿过多少个不同的方向 有些区很多 有些区有几十个 你们酝酿过多少个 有些议员很多人都会说自己的区 就会先回去自岗区 这个城市 那个议员有议议人 有些议员 例如恒人上蓋 也有人提 都有提 都有提 但提出来之后 大家mia 正如我与他说 可能被人们误解出 是个别议员做一些 mistake 我们都先告诉他 ooh 先收走了 你們不要用這個概念 在整體發展 除了本地居民受益之外 全港居民都可以受益 甚至外國的遊客都可以來 因為我們這一億元的設施 來到我們的區 這個有新觀點 因為我們之前去過中西區 他就說做海斌長浪 我們去過觀塘區 他就說做音樂噴泉 他們就說我們不只是給觀塘區人用的 我們是給全港的市民用的 但好像蘇主席那樣說過第一次聽 我們不只是給全香港人 我們是給全世界一起看的 所以那個概念又再去 又去到下一個層次 這個真是 如果我們這樣想過的一億 可能很多區的用法又不一樣 我不是要在地區地標 我是要在世界地標 那你的想法真的會不同了 你談都不同了 談法 還有我想民選議員那個局限制 有時候都會看到的 始終他無可避免地要回應他選民的要求 都要提起行銀天橋 在電梯 我們去到每一區都有紀元 但是我經常都說 一億 這條電梯 不用了 賺多錢 還有有地區小型工程 有那些項目的 老實說都不少 有千多萬的項目都在區議會上批 所以我覺得今天難得找到一位 當然議員 李議員 他又沒有那種 制爪 不如這樣說 一定要回應一些選民 要跟別的黨搶票 沒有這些情況 你去想這一億點心的時候 那個思考過程是怎樣的 我們想多點理解 區議員怎麼想那件事 不是說做出來之後 大家只有一個鬧子 其實做那件事之前 很多事情想過 很多事情談過 不如你說一下你怎麼想 或者我補充蘇翁所說的 其實我們怎麼想 其實北區很簡單 北區就是一個城鄉共融 這麼大的區 在區議會裏面 其實真的 坦白說沒有什麼爭拗 是嗎 北區議會沒有什麼爭拗 一個城鄉共融的社區 很簡單就是 市區要有一些重點工程 在鄉郊裏面也要投放一些資源 搞一些重點工程 搞重點工程 我們是建了什麼呢 最初就是說 你建一塊東西出來 做一個地標 實際作用不大 我們現在想到就是 既然我們有一個世界地質公園 周邊的環境 其實現在周邊環境都很舊的 就是那些行山徑 那些配套 那些配套 需要改善了那些配套 所有公眾人士都可以用 受惠的人是全香港 甚至有些外國遊客來都可以用 這個對我們北區的形象也好 因為正正我們有個世界地質公園 因為每年聯合國要平級的 是 如果你不保存好這個世界地質公園 他會有權取消你的 很醜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看到有些地區特色 因為北區有個世界級的設施 所以那些議員自治而言 就不會只想一條村的東西 不會只想一條區的東西 不會只想一條特區的東西 還要想一些可能要有多一點世界視野 因為其實你說要看得細可以看得很細 不過要117條村 你可以只看那條村 村公鎖的東西都可以 但是似乎我們今天聽到兩位都 引證大家都不是的 而其中一個關鍵的重點就是 因為有了一個世界級的地質公園 所以令到想著看著不同 資料庫我們一人講一個 其實之前就算沒有列出來 我們都做了一些功課 聽了一些會 就知道不同地區有些細的項目 就像剛才蘇主席說過 後來都談完之後 覺得不要做這麼細的事情 譬如我逐個講 譬如說溫和暉議員 溫和暉議員都是沙頭角區的 他就說當地居民無法 受惠當地一些郊遊的設施 他說不如有些日久失修的 街道上面的設施 剩下好他 我心想真的未必 可能要花很多錢 但未必要花一億 這個真的屬於地區小型工程範圍 我想是 所以他提出來也好 那就不用用這一億 交去地區小型工程做 南偉良議員可能是世界盃來的 他覺得要整個人做 那你都沒有 我想是吧 他可能喜歡踢球 他說北區大量的青少員都很需要 喜歡踢球 整個人做的草地足球場 就可以滿足社區的人可以踢球 但我覺得人做草地足球場 另外一個麻煩 就是你那個維修費用 每個星期每個月的錢都可以很金 是啊 那一億其實你們在談的時候 都有沒有計算這部分呢 你做了一些事 廣後的維修保護也都要 那個數字又如何 變成負擔了 那些黃洋強議員 黃雲韜柯善移入行鎮星議員 就說上水起 有蓋行人道路網 這個我覺得都值得商量的 但是就不用用一億來商量 都是那個地區使用工程 另外就是農藥和文物徑 這個一向都有做開的 對一向都有的 這個其實又未必是世界愛的 最後還有一個 聯和虛又活化這個 聯和虛起多層購物中心 對 活化它 怎樣拿一億去購物中心 有點難 難啊 我智慧不足 還要建了酒店寫字 這些私人投資都可以 商家投資都可以 不用用一億 所以你聽完你就明白 這些就應該不用用一億來做 有些譬如文物經 基本上都在扔很多錢做 另外酒店寫字樓 就不用用公帑器 另外說有蓋行人路 那些不用了 已經可以有現行的機制去用 有政策在那裡 好了 回到這些了 剩下兩大項目的 Paul 就是粉嶺的蝴蝶山 和滑眉山的行山徑 剛才溫和菲議員都說過 未必做到 我們看看蝴蝶山 這次畫眉山一帶的行山徑 我們做了一張地圖出來 其實大家看到 紅色那條線就是了 對 現在看起來也挺長的 而且其實分三段 有一個丫叉 要走完的話 大概要走多久 其實如果你由一邊去到山頂 再到另一邊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就行了 是嗎 除非你再去另外一個山 譬如粉嶺的蝴蝶站那邊做起點 去華明川做下山 是一個小時左右而已 就是由北邊走到南邊 就是一個小時 就行了 沿途就要上山下山 是呀 上山下山 風景優美 我們那裡是很漂亮的 其實每一朝 就由四點多鐘開始 很多人不上山 上到上面 已經有遼望台 梁廷 太極圓 在這個山上 已經有了 我們在區議會已經做了一些設施 因為不足夠 我們希望能夠改到 更加可能成為一個名山 你上去可以看到深圳的整個景色 可以遠眺深圳的景色 你那個瞭望台就可以看到 另外 我們這些真的做得運動少 是呀 走多些山 是呀 最壞是一輛車上不到去 是呀 駕駛太下 都不好破壞生態環境 走路吧 是呀 比較主席 另外一邊 我們可以看到浩原 其實浩原是一個香港英雄的好地 亦都被帶給一個好巧合成的 我們在這個山的前面 其實有馮萍仙館 是一個名姓的地方 其實我們如果將這個山做得好的時候 可以吸引到 所有全香港的街的時候 交通方面坐火車走來這裡 馮萍仙館吃啊 吃啊 走啊 山啊 做多些事 我們也希望將山種植一些更好的花草樹木 造成一個很漂亮的有特色的公園 其實它另外一邊有一條很漂亮的山溪 也有很多蝴蝶 真的有很多蝴蝶 可以種植物來吸引更多蝴蝶 在附近我們做一些匯蝴蝶本來之類的設施 主席說了其中一個項目 好像還有第二個項目 對 我們來看看這張圖 對 就是世界地質公園 剛才都說過了 做好一些交易的設施 令到不會降低了 剛才議員也說過了 所以整件事就 這個就是第二個選項 但是一二選項一起做的 不是吧 現在去想那兩個 是嗎? 做得了嗎? 一億做得了兩個 我們將分區每邊五千萬 五千多萬 是嗎? 我還以為你們兩個還要選一個 西選項目 兩個一起做 就是兩個候選人齊齊出線 齊齊出線 你們剛剛可以每人對分了兩個項目 就是兩個項目每個五千萬 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去到很多區 他們知道下限是三千萬 上限是一億 但是有些區都說 一月不夠我們再找人加錢上去 沒錯 所以有些是一億多的上限 但是你們談的時候 有沒有說 不如好像抹開它 五千萬、五千萬 還是四千萬、六千萬 還是三千萬、七千萬 你們有沒有這個討論 有沒有這個討論 其實一億元 如果擺一個項目 都是不夠的 但是一億元不是一次一年用完 是分期去用的 是 那不夠錢怎麼辦呢 我們有一個就是社區參與 就是希望其他人 有錢或者機構 都可以參與我們的項目 將來我們會邀請他們 一起加入我們的工作小組 他們也可以贊助我們這些建設 所謂起動資金概念 就是所謂起動資金概念 就是他找了兩個重點出來 每邊五千萬就是起動資金 繼續做下去就找到 幫忙 有社區參與 是 有沒有信心有社區參與 可能賣單都越來越高 對 我們都會 怎麼想 我們首先邀請到項目說出來之後 邀請一些地區的社團 好像奉行師門這些 都是做工的 是你想到的 比如說中華電力 他可能在我們區裏做些什麼 我們說明我們的概念 做這些 除了我們基本的設施 我們做之外 有些設施你們可以博取 例如一些地標性的東西 或者一些灌名 你們可以投資下去做 我要問問熊哥 沙頭角印州塘海岸公園改善工程 可以很大的 你知道大不大 說小當然可以很小地做 五千萬 其實打算怎麼做呢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其實指定那五千萬 就是改善到現在現有的行山徑 都是行山徑 改善行山徑 還有加持一些老牌 那些地質的資料 在荔枝窩那裏 就要利用一間舊的學校 改造一個地質資源中心 教育中心 即是 這個教育中心 只是行山徑點洗五千萬 不是有一個資源中心 就是說 其實我們 洗五千萬 其實我們都是 真的看著來洗的 都不需要大花筒 總之用得其所 又用到地區裏 又真的方便到地區人士使用 或者香港人士使用 我們在這個計劃裏面 亦都是有些地區參與 例如荔枝窩的資源中心 是想著跟一些地區組織合作 或者共同去營運的 不一定是政府負擔了 但是行山徑 雖然居民當然會行 四點多的那些 我想住附近那些 但是真的未必只是 不一定是北區人 對呀 不一定是北區人 所以我和Paul都可以 可以去 對呀 那會不會都 有人有覺得不夠好呢 不是吧 一億是北區的 當然是用在北區那些人 為什麼 一億是外邊人 有沒有人這樣談的呢 其實不是的 你一億你億外邊人 其實是北區的 他來到北區 你這個概念 你這個概念多好 他進來就可以 吃個麵也要付錢 那三十個你行不行 行完三十個你行不行 行完三十個你行不行 行完三十個不用買汽水 買水 OK呀 這個老闆都好 其實你用好一點的行山徑 作為一個誘因 吸多一些不同的旅客 來北區 搞地區生態旅遊 其實這個真的是 整個旅遊產業的概念 譬如我們見到 其實北區這裡 我們今天很大雨 雖然 但見到那些北區的商場 現在陸陸續續都有些變化 老實說 我真的有個不公平的說法 就只是用來吸引自由行客 你來看看你就知道不是 很多店舖 真的被本地客幫助 而且這裡一直在變 所以整個北區可能 有一個想法就是 不如不要只是做傳統的東西 可不可以做一些 環保生態旅遊 給一些新的中產的客人來做 老實說我覺得 不是說內地人不會去環保生態旅遊 但我想內地人暫時都 還不是主打來香港環保生態旅遊 都有 都有 地質公園一定會的 會有 世界級的東西 譬如我本身就是烏膠塵村的 都撞過一些國內的 甚麼背囊 是嗎 年輕的 年輕的 那便合理 那些內地的年輕人會來 會喜歡做這些 他喜歡來香港行山 為甚麼呢 他說香港行山安全 那便是 很喜歡來香港人 我們安全慣沒有這個意思 還有他說香港的行山境 是比較舒服的 走得來是比較舒服的 我知道很多日本人都來走 是的 很多的 旅法局都特意想搞 日本人來香港的行山團 其實香港行山的歷史就很久了 又是說歷史背景因素 以前很多英國人來北區行山 是的 走到現在 世界各地的人多來走 那 我們不如看這兩個項目 阿波你做了這麼多恐怖 你自己最深的感受是怎樣 五千萬五千萬這樣分 是 就是唯一一區是這樣做的 我看 還要他們這麼早就談談 是的 因為很開心的 因為為甚麼呢 北區起碼就知道自己 你不是住北區都開心 開心 因為為甚麼 你有份用的 是啊 我要去的 不只是不讓來地人消費 起碼要行山徑 不過我有點憂心 開心的當然 我們有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 但這個地質公園 即是說明香港 全香港的地質公園 用一億去做 會不會其實都可以跟政府談談 我們拿這個 以前五千萬我先拿來做 你可不可以都放些錢下來 幫忙 因為你原來都說 會擔心會降低級 即是如果你不做 就不搞好它 會不會都跟政府 會談多一點這件事 讓他們都放些錢下去 給錢就叫他們 對呀 給錢 不只是扣一億 我覺得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其實不是錢不錢 其實印周堂的世界地質公園 正正在山樓國裏面 我們經常跟政府說 山樓國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碼頭在禁區 那個碼頭在禁區 我們經常跟政府說 一定要開放那個碼頭 還有那個區 這樣才可以利用到那個碼頭 而坐船去印周堂 就很近而已 是 由山樓國碼頭坐船去 是半小時就多了 如果你是由馬尿水大學站那裡 坐船去 需要兩個小時 是啊 我知道 兩個小時 那個路程其實是遠了的 相對來說 但是那個碼頭是政府建的 是 工廠建的 建了六千萬 工廠的碼頭 你又挖住它 不給香港的人使用 還是禁區 收不收得禮啊 是嗎 當然可以收了 政府 看政府怎麼做 因為我經常都說 現在沿用的公安條例 是五、六十年代 還是港英年代的公安條例 是 是 老實講 你一移動 一定有班人撲出來 把那些中港矛盾 都放上桌了 這個又真是有點煩的 我真是覺得 但為什麼站在那裡 在那裡的碼頭呢 我真是不明白 當年是因應 其實我們都有些外島 譬如吉郎 荔枝 那些地方 是需要一些村民 居民都需要坐船 那碼頭是以前難得很厲害的 那不做又不行的 那就是翻新工程 翻新工程 原本的用途 不是好像 那樣的 創新鐵工程 那時候也沒有 當年萬店建的 可能萬店都做了 做得好一點點 那為什麼不索性 拿一億 譬如拿六千萬 在別處建一個碼頭呢 其實都可以 是不是可以這樣想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沒有這些地方 但是你沒有用 你建的碼頭都要找到地方 而在禁區外都要 是呀 是呀 有沒有地方 我相信附近就沒有 沒有的 因為山下角海 整個海面都是禁區 整個海面都是禁區 你在面對它是禁區 對 所以一定要開放禁區 一定要開放禁區 圍著開禁區 其實現在的禁區 那個風險是很低的 就是可能有機會跟你進去走 其實山下角那個禁區 我知道 但是要給你資料 今天去不了 其實我看現在 一來回歸了 一來的風險是很低的 不過可能就是保安科 那些不好受 總之不做就不錯了 這個世界 其實有政治風險就震 尤其是近來的所謂本土派 聲音是很大的 我想一改公安要是大件事 都是草 但是如果不是禁區以來 最近可以起到新的碼頭 有方便到的 有沒有一個這樣的船子 可以想到呢 其實你們是地膽 剛才證言所說的 你那個碼頭 碼頭如果在水面已經是禁區了 就算你岸不是禁區 但碼頭是禁區 變成要有禁區字 我講得不夠清楚 當我不想坐兩小時的船 是 有哪些地方可以坐 譬如九個字船 半個字船 都可以去到 因為我們三十個周邊的地方 因為那個水的問題 水深水淺的問題 未必各個地方適合做碼頭 你適合過那個地方才去到碼頭 是 不如有吉澳那邊過去 那邊也是 吉澳是一個島 一定有三十個 吉澳都有碼頭 都有的 都有碼頭 一千萬 究竟你覺得區議員 會不會洗你一千萬 因為不同區的區議員 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小一點的區議員 會覺得 一千萬我沒有概念 我不會洗 有些人會說 一千萬不夠洗 一億太多 洗不到 你們北區 又有個世界的地質公園 這些這麼小的東西 你們洗錢 眼界都會闊一點 有些地區不是的 可能真的小的 只是洗幾百萬幾十萬 你們怎麼看呢 北區 你認為區議員 會不會洗一千萬 會不會洗一億 一億 洗個別 看他自己的概念 放在哪裏 如果他是做大的 重點的項目 放大一點 就可以洗到 你放在區裡面 可能是一個 你自己的選區 怎麼放一元 或者反過來說 比如說 你認為一般的區議員 有沒有一億的概念 因為 比如有些工程 是幾百萬的概念 大家理解的 甚至一千萬 可以做到多少 大家有概念 就算去到三千萬 可能都還有些概念 但我看了 一億 要在辦公室 酒店連商場 我就說 似乎你真的沒有概念 因為這些項目是 一一做不到的 我不是要針對某個人 因為區區都可以有議員 好像主席說 有議員員 懂不懂 你覺得掌握一億這個概念 多不多 少不少 區議員有沒有能力掌握到呢 因為 那個是一個成效 甚至是一個考試 18區齊齊拿一億來考試 看看這一億 各區做成怎樣 這一部分 智慧上 智識上 經驗上 應該是你認為 我不是要踩人 如果不行 那不要拿一億 拿幾個五千萬出來 都可以 你不用下拿一億 或者 不要了 三千萬容易搞 三千萬三千萬這樣拍攝 可能會容易去思考整個過程 其實 花錢是一個技術來的 學術來的 就是說你 多錢 一會兒不知道怎樣花 小錢可能不夠花 亦都看你自己的區 實際的環境 是否適合要花 譬如說 有些地方真的花不到一億元的話 其實我的建議 不要緊要 你少一點 我們不夠的 你就把他們撥給不夠的區 但是 平均分配是對的 但如果是花不到 就是准許它轉移過來 我看你們的會議紀錄 你們北區也有些區議員覺得 為什麼我們北區這麼大 只是分得一億這麼少 應該按比例分 他們有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覺得我們北區和灣仔區 灣仔區這麼小 這麼有錢 這麼規劃這麼完善 我們北區又發展 又這麼大地方 又有地質公園 為什麼你不把那十八億 上粉沙特 至少四億 至少四億 你怎麼只給我一億 其實你們是不是都一次 這樣看法 這個一億 怎樣 未來再給一億 你們是否應該用這個方法去分 因為我們每一區都會問 我們每一區都會問 政府再給多一億 甚至乎每年給多一億 給多兩年 你們願不願意受 有些議員就說不願意受 包括有些泛民的議員 我不知道 因為他不喜歡梁振英 所以梁振英給錢 他不喜歡 都不奇怪 但是另外一些 就算是建制 他都會說 其實區議會不會花一億 你再給都真的不好 但是譬如北區這麼大 如果將來再給多一億 甚至再給多兩億 三億 你們原則上 是否受不受得下呢 就是每區一億 這是公平原則 就是嘗試的 其實運作之後 就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檢討一下 記錄一下 將來拍一條劇 告訴政府 做好之後 你沒有所謂 你繼續撥二十億出來 將來你就看著你的區情 給自己去申請 可以預早說 一億不夠 我二兩億 你說我一億多 我五千萬多 就是給他們一個自由度 會比較少人 就是再給一億 你都可以 十億 各區都可以花 但是裏面有個限制 最需要它就是由三千萬起步 其實你說你撥了給區議會 就不要限制區議會 一定要三千萬起步 三百萬都可以 變成我們那個空間 蘇翁那些 就大很多了 譬如你三百萬起步 不需要找到一些 要去尋求一些工程 需要三千萬 我們變成在一些小的設施裏面 但我想政府就是不想做這麼小 他就是想做大件事 但是我最後都有一個想法 要問一下 譬如我們用你們和觀塘區 比較 觀塘區都有一個大型的 所謂起動九龍東的項目 現在我們知道 新界東北都會有一個大型的發展 其實政府都會投放很多資源 建基建 整個新界東北 不管是否陳茂波繼續做 會不會那裏都有機會 已經會有多些資源下去 變成那裏可以有幾個億 甚至十幾個億 會放進北區呢 那個新界東北的發展 和這一億 你們是怎樣看 互相配合的呢 很明顯 我看到如果你們搞環保生態旅遊 基本上和新市鎮的發展 就是兩種不同的政策 所以其實分工分得很好 如果將來再繼續下去 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如果有額外的錢 就搞好旅遊產業 但政府就要搞好那些 行人過路 網絡 會不會都是一個這樣的思考模式呢 兩位議員 還是都說不是呢 有錢 當然是放進去做生態旅遊 你搞新界東北 當然要幫我想想新界旅遊 會不會是這樣 基建的事由政府去做 譬如北環線鐵路 北環線鐵路 新的道路網 這些都是由政府去做的 譬如有些地區性的事 我們都可以考慮 比如單車徑 我們希望將來 我們的北區 很多人用單車徑 不需要大型工程 政府未必要投資 我們這些工程 給錢 我們可以去做嗎 不大不小的工程 將來如果有1億 就可以做這些 單車網絡 行人過路網絡 或者地面道路網絡 政府做 單車網絡 可能再有1億 就用1億來做 那也不錯 總之不要重複了 總之你在印象堂 地質公園 地質公園這條線路 都可以做單車徑 可以踩單車 可以踩單車 我們整體發展之後 很多人在這裡煮 他們有很多康羅的設施物 其實我們來到裡面 很多很漂亮的沙灘 是的 我們很奇怪 我們北區居民要去赤柱 瀉水 彎游水 為什麼我們不去自己的沙灘游水 南區就說 那些人吃海鮮 去了西郭 南區就說 那些人吃海鮮 明明魚都是在香港仔魚市場買的 但是魚 他要去到西郭才能吃 所以他說 沒理由不整個魚市場 現在蘇主席說 我們都有沙灘 為什麼我們要過南區的沙灘呢 明明北區有沙灘 我們要過南區游水 這個挺好人趣 這些人都有很多行務可以做 簡單來說 如果再有1億2億3億 都基本上 區議會可以有創意的計劃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 做好一些沙灘 做一些特別的單車網絡 又未必是一些很基本的 新市鎮發展的設施 沒錯 所以這一億是似乎 都有它的功效 你見到其實北區有不同的 就是他們已經都有全盤的計劃 這個是好的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喜歡他們有一個方向 是的 因為他們整個方向是 當然是搞綠色旅遊 所以很快就談到 綠色旅遊之下 做些什麼項目 就是再慢慢排次序 但是有些地方 譬如我們去到將軍澳 他們說搞定交通網絡 還是要搞文化設施 已經是大家可以完全談得不一樣 不用分黨派 再加上黨派下去 可能就頭刀赤 他們連大方向都未可以做到 跟你們的情況就很不一樣 是的 所以大方向是很重要 因為北區就見到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政府再給多少億都沒用 你都不知道那方向是怎樣 在那邊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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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做不到一些很實質的事情 我想今天我們似乎看這十八億人 都有一個挺有趣的答案 就是第一個交功課的北區 原來不只交一份功課 是交兩份功課 五千萬五千萬這樣抵上去 為什麼可以交兩份功課 都可以是第一個交功課的同學 原來是因為背後很清楚 自己正在讀哪一科 正在讀那一科 就是綠色旅遊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做了這份綠色旅遊功課下面 最重要 最想做的兩個項目 還有第二個 我今天學到的東西 就是 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不要只看地區利益 或者小區的利益 我們可以看大區的利益 甚至乎是用這一億做一些世界級的設備 這也是我覺得想一億的時候 大家可以避免一些事情 甚至乎做一些大型的雕塑 大家是不是很不喜歡的 但你如果想要做世界級的大型雕塑 可能那個效果又完全不同了 所以難得給多一億 想遠一點 想高一點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 今天可以在北區 如何洗一億裡面 學到兩個的經驗和教訓 將來如果別的區 再要去洗一億 或者政府再打算推一億 放進去地區的時候 我想最低限度都可以學習到 這兩個想法 就是那個地區 有沒有一個議員共通的整體發展方向 此為一 第二就是想的時候 有沒有想一些是超乎地區利益 有全港性甚至世界性的幫助的東西 這個都是可以想 如何洗錢的時候一定要想的東西 到時可能不是一億 可能兩億三億五億 你都用這個方向 主導性原則去想的時候 香港做到的東西 就肯定會更多了 今天很多謝李議員 多謝阿蘇主席 多謝李古鴻議員和蘇西智主席